事實上是十年內在香港的飛錶 已經有幾十年歷史 但自從大約10年 電子錶正式來到香港 即是可以場直線 整個風景不同了 近兩年開始有很多學校加入推廣飛錶活動 有這些推廣活動自然會有比賽出現 近十年八年也開始有很多U21 U19 甚至U22 不同年齡階層的小朋友都可以 有他們自己的一群人去比賽 距離技術亦可以提升 其實這是一個很易學難精的運動 為何他們都喜歡玩呢 因為現在的電子飛錶普及時 裡面的元素沒有支持硬骨 在畫面上有很多不同的聲效 畫面的效果出現 就像打機一樣 就可以容易吸引到他們 飛錶板上有很多不同的數字 也有不同的格子 是代表不同區分數 這裏長的 在外面的這一個格格 全都是雙倍區 再往前移一格 這個大格是一倍分區 它就沒有任何性格 你扔中它是七分就是七分 你扔中十九分就是十九分 再往前移一格 這個有特別的圈圈 這個就是三倍分區 它是吃三倍的 20分的三倍 60分 這個是全靶板裡面 最高分的分數 以我這些位置全都是計勾範的 我們不計分的 第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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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飛錶放在上面 平衡下來 這個位置就是它的中心位 中心點 用帽子夾住這個位置 你可以選擇的是 你可能用中指或者用盲 後面的紙去碰住它 而且這些是一些輔助 你看到這個地毯 待會你們玩的時候 是不可以踩過界的 三種方法 它是教你們站的 站都有三種 第一種 我們是打側身 打側身 側身向著飛錶把 側身向著飛錶把 這個呢 如果你們說我第一次扔飛錶把 不懂的話 我會建議用這個方法 側身的話 是容易一點發力的 前面有個同學 你想拍他的肩膀 拍他的肩膀 拍他的肩膀 打側身就會容易一點發力 這樣 第二種呢 就是斜腳 四十個腳 都是側側地對著飛錶把 第三種 就是直接面對著飛錶把 站好之後 你左腰就是 左腳是中心腳 右腰就是 右腳是中心腳 我是右腰的 右邊是中心腳 我就會給一點力 傾前一點 但要站穩 然後左腳呢 你輕輕放在地上 對啦 輕輕放在地上 左手 輕輕拍著自己的腰 在這個位置 這個方法就是幫你 就算傾前也好 你左手也有一個平衡位 在這個位置 讓你不要整個人跌出去 扔飛錶的時候 然後我們扔他的時候 剛剛教你怎樣撐飛錶 中心位 壓緊 上子宮 往中指導 對著他的時候 我們就呈現這個動作 對著他的時候 我們的手要放出來 因為我們剛剛上班 同學他們很喜歡 整體指標就是這樣 一拿起來就這樣 OK 不是這樣扔飛錶 你這樣會拉傷自己 所以我們扔的時候 就這樣 有一個四十五道角 在這裡 然後呢 你就可以拉過來 這裡 瞄完 拉過來 拉過來 飛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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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你給的力 是對 那支飛錶就會飛出去 你用對的力 像扔子飛機一樣 瞄著它 拉過來 飛出去 不會就這樣 留意在用力的方面 不需要太死力 平時普通輕鬆扔出去就可以了 就這樣 但是我們不會抵擔 走 貼快 把它們送你 走 跟總統 玩 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